好那么警察维护社区的治安以及交通常常需要民众的热情参与 藉由沟通分享搭起合作的桥梁 那么玉里分局卓西分住所以及中平派出所 获聊请听居民的意见 在卓西村的聚会所举办了社区的治安座谈会 警察维护社区治安交通常常需要民众的热情参与 藉由沟通分享搭起合作桥梁 玉里分局卓西分住所与中平派出所 为了倾听居民的意见 在卓西村聚会所举办了社区治安的座谈会 你打了以前你要注意那个是不是保育列人 像那山崖水路保育列人 但现在三家脖子没有上 他是在地盘现在中运人 他可以打 第二个地点 你不能到国家公园引入的 你在一般的所有的研究保育器都可以 会议是由卓西村村长高方才主持 并且邀请太平村村长王哲雄 现议员高晓成助理田荣部 中正部落头目领选员 卓西部落头目陈宗勇 以及村民大约有50余人列席参与 日分局分局长程卫文说 卓西乡地府广大维护治安除了装设监视器 以及加强巡逻之外 更有赖民众分享情资 共逐部落治安的联络网 环境才会舒适优质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